1600新经济好多人都说买房之前是想要抗通膨 但是现在利率的话题也成为了热议的指标 说年底的房贷利率可能攀升到2% 那么这样一个推测的话题对市场有哪些影响 交给舒函 好谢谢浩婷 马上带大家来看 确实我们来看到现在房贷恐怕会看到2% 所以建商的压力就很大了 首先我们来看到其实我们升息的部分已经升两次了 所以我们看到土建融利率的部分 已经从三月份当时是升一码 之前是1.8% 来到三月份的时候来到了2.05% 接着到了六月就是上个礼拜升息半码的部分 来到了2.175% 这样子建商购地的成本就会因此来提升 所以当然政府说打房打房打了好久了 没见到成效 这个状况可能就有办法来抑制所谓土地炒作的一个风气了 而这次我们就看到是刚刚谈到 央行连是两次升息影响的不会只是建商 还包括了房贷族的部分也会受到影响 我们就来看到200万指数的房贷户 预估7月的利率会从1.73%来到1.75% 而新贷户的部分将会从1.56%来到1.685% 那这是新贷户如果你已经有两间房子或三间房子 那还会更高了 所以年底的利率预估会上探2% 这追上14年前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前的一个水平 那我们就看到市场的房贷现在出现新的地板价 就是刚刚提到新贷户的1.685%了 那当然升值在国人心中的就是所谓的买房抗通膨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恐怕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心理效果就会大大的降低 大家恐怕还是要再考量一下 通膨的苦大家都知道 特别是买肉蛮贵的 那么最近有传出一个消息说 猪肉的主要供应商台糖 因为新市的猪厂改建卡关了 遇到难题 所以明年可能猪肉价格可能还会再创新高 请教楚海 好确实是这样子 大家荷包都变薄了 就是因为现在营件成本大增 缺工又缺料的情况 就像刚刚浩婷提到台糖的新市猪厂改建 严重卡关 而且多次流标了 本来他们想要建16座 现在只剩下13 而且还是多次流标的情况 我们看到原本预估的产量会达到33万头 结果现在我们看到2022年剩下26万 2023年来到22万 而且是个缺额 那是不是民间有饲养业者可以来补足 恐怕也很难 因为饲料价格涨不停 所以民间超养的意愿很低 在市场预期之下 未来猪价恐怕是一涨难跌的一个情况 那刚刚谈到食物的价格 节节上升 我们就来看到澳盛银行 大中华区的研究分析 近一年食物类的通统率 我们看到印度的部分来到7.8% 台湾是7.4% 胜过了泰国还有南韩的部分 而其实过去台湾在亚洲地区的排行是倒数第四名的 这是在近一年来结果冲上了第二名这样的一个排行 可见这个状况有多严重 而接着就看到五月的CPI七大指数的部分 刚刚谈到食物类 食物类有很多种 我们看到食物类7.4%的一个涨幅 包括了蛋类肉类都是走生的 这个走生的状况主要就是因为饲养的成本上升了 蔬菜类也是上升的 所以我们看到食材类都上升 外食的费用也涨了5.8% 而这个幅度是达到了163个月的一个新高记录 现在这时机点对于各行各业来讲都是一个危机 特别是PC产业 时候将会陷入衰退 那么业者积极开拓新蓝海会从哪些方向来发展 请教淑海 好确实是将要开拓新蓝海的话 来看一下各大厂的一些想法了 因为毕竟衰退潮来了 那我们就来看到伪创的部分 他们董事长表示说 其实现在看起来不是太悲观 预估下半年依旧是会有合理成长 那这个合理成长到底是多少呢 其实他认为就跟年初的时候他们预估差不多 所以并没有变好的一个机项 只能说就是持平了 那去年他们的营收是来到了8621亿 而且去年并购了所谓的金杰达光电 规划要自建厂房 让这个伪创可以在车载市场 还有公共控模组上头 可以有进一步的一个发展的动能 而接着我们就看到的呢 就是广达董事长林白礼了 他表示呢 创新思维再创新局势 他们挑战跟希望并存 那我们就来看到他持续布局的是 电动车的一个相关领域 他们希望在新串跟传统的客户上头 都能够有所布局 那么更多的资讯也欢迎您 可以扫描我旁边的QR Code 同时呢也可以在YT频道上头 或者是脸书粉丝团 搜寻的是TVBS国际Plus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新经济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